大家好,这里是穷车给予,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20世纪对于人类史上来说,或许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带 1945年二战结束后,全球各地开始出现战后婴儿潮 大量人口先后进入劳动市场,为各国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随时续进入2000年、千禧年 战后婴儿潮已经转变为退休潮 部分国家开始出现人口高龄化与高扶养比的问题 而这一结构的改变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点 因此,人口红利这个概念今年来又开始获得各国重视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 这样的结构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 因为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决定人们消费、储蓄与投资行为模式 会影响商品、资产价格,进而改变国家的经济格局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结构会逐渐变化 从过渡行走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中 出生率下降的速度会快过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但在这中间会有一段黄金期 也就是,有一代人的劳动时期 不论对小孩或是老人的抚养比率都会比较低 因此,他们的必要负担较少 这个期间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 在老龄人口比例未达到较高比例之说 整个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状态 而且,不论在房市投资或是金融投资市场上 都会拥有较多的动能 最后进一步影响到经济成长 对此,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马德威先前就释出警告 他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会清洗部分地方的经济成长 包含台湾、南韩、香港与新加坡等 在2015年12月人口调查时 全球仅有三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超过20% 分别是日本、德国与意大利 但到了2020年时 全球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数20%国家已有11国 日本更是达到28.2% 从2007年开始创下连续13年人口负成长的数据 高龄人口数已经突破3,558万人 而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 则分别是19.1%、15.2%、15.1%、13.9% 高龄化本身其实并不一定会出现问题 真的会出现问题是结合生育率一起看的 才会发现问题大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全球生育率 在联合国Rail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2020的报告里 全球生育率趋势持续向下 1990年总和生育率还有3.2 自2009年已经降为2.5% 而过去一直占据世界经济要角的美国 虽然是移民大国 但从2009年到2020年 总人口仅微幅成长0.35% 创120年来最低年度成长率 以美国中情局最新的报告来看 2021年全球人口生育率预测到数5名 皆是亚洲国家 远低于联合国的全球生育率 中情局报告预估 台湾生育率2021年平均仅有1.07% 南韩平均1.09% 新加坡平均1.15% 澳门平均1.21% 香港平均1.22% 若以台湾为例照这个速度估算 台湾2025年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2027年人口红利就会彻底消失 那过去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中国与印度市场呢 在最新的数据中 其实也出现了增幅缩小的问题 根据2021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 中国人口最新数据为14.1178亿人 虽然较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增加了7206万人 但是过去10年来 中国总人口成长率只有5.38% 是1960年以来成长最慢的一次 人口老化问题也较10年前更为严重 15至59岁人口比占约63% 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8% 较对上一次调查增加5.4% 而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来到了13.5% 这代表着虽然中国发展快速 但推动经济成长的劳动力却在持续萎缩中 那对中国来说 这事必得进行转型 逐渐淡去世界工厂的色彩 转而发展服务业或是高科技等非劳动密集产业 然而从2010年到2015年的五年间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增加了5.3亿人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不想待在工厂里面了 因此原本在中国沿海一线城市的地阶工厂 先后出现了缺工的情况 这也确实符合转型的方向 但在转型成功前 中国会不会因为1979年的液态化政策影响 而让人口机会窗口一下子就消失 还得靠时间来验证 毕竟中国最后一次生育率达到二 已经是1990年的时了 虽然中国在2015年结束疫滩化政策 但到了2019年 中国生育率平均仍然只有1.7而已 低于联合国的全球平均 当中国在进行转型时 下一个世界工厂外界成预期会是印度 的确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 2000年时仅有35.8亿美元 到2019年 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506亿美元规模了 不过印度的人口红利或许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主要原因来自于市制率 以及市邻劳动人口增加速度 大于工作机会增加速度 外媒认为印度的人口红利 正在逐渐转成人口炸弹 印度制造业与服务业潜在劳动人口 预估每年会增加约1470万人 可是印度每年平均被创造出的就业岗位 只有650万而已 代表每年会有超过800万人沦为失业人口 除此之外 印度的成人市制率目前还不到8成 因此 印度的人口技术难以转换成高效率的劳动力 另外 根据国外统计数据 印度生育率其实也出现下降趋势 平均生育率已经从2009年的2.66 降到2009年的2.20 代表印度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达到人口巅峰 然后开始慢慢的老去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是属于人口正成长 但却还没有到爆炸的地方呢 根据医学期刊赤戈针的预估报告 2100年时 全球仅有北非与中东人口会比2017年还多 全球195国到时会有183国人口低于目前水准 其中有23国人口会降低一半以上 但非洲的人口将会是现在的两倍 对此赤戈针总编霍顿提醒各国需要对未来进行紧急规划 他认为未来的地缘政治霸权将会随人口增减而有所转移 并强调非洲与阿拉伯世界将重构我们的未来 而美国中情局的生育报告也呈现出一样的趋势 生育率前10名现在其实都是非洲国家 细看前五名生育率分别是尼日平均6.91 安格拉平均5.9 刚果平均5.7 玛丽平均5.63 与查德平均5.57 全非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高达4.7 代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将逐渐衰退 这两区域随人口红利消失后 经济成长将不复遗忘 另外由于人口红利消失 M型化社会发展将锐意严重 而且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还会面临较高的健康照顾成本 以及较高的抚养比等 因此全球经济板块或许会在本世纪出现改变 而如此高的非洲生育率真的代表这里充满机会吗 目前非洲人口约占全球17% 但总GDP占全球3%而已 这项数据代表着非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IMF报告 非洲经济成长率在2018年超越全球平均值 2019年非洲GDP总额达到2.4兆美元 而2018年非洲吸引最多外国直接投资的前三名国家为 埃及、南非和摩洛哥 分别为4480万美元、417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 显示各国或许对非洲已不再单单着重在天然资源而已 还包含了非洲本身的市场在内 除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外 美国、英国、法国与南韩也陆续进入非洲 如南韩现代汽车在伊索比亚首都 阿德斯阿贝巴设立组装厂 IBM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商德区设立全球第三大的综合服务中心 网络设备厂商斯科也进入埃及、南非、奈及利亚、坑亚设立分公司等等 显现非洲的确出现了一定的信力 针对非洲的内需市场 麦肯锡公司先前估计 非洲2015年到2045年间 每年平均将会有2400万人进入城市里 这个数字比印度与中国的数据相加还多 这意味着非洲的消费能力有可能突飞猛进 目前非洲的个人与企业消费支出总加为4兆美元 若分开来看 预估非洲加户支出到2025年 每年将平均成长3.8% 届时将会来到2.1兆美元 而企业支出将从2015年的2.6兆美元 来到2025年的3.5兆美元 总共将创造5.6兆美元的商机 不过这并非代表非洲完全没有挑战 目前非洲内部各国经济差距仍大 基础建设也面临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动乱官僚主义作祟 但是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后 预估整个非洲将创造出3.4兆美元的市场 而这也是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自贸区 这代表着非洲朝向人力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方向是确立的 目前非洲已有54国签署该协定 34国获得批准 各成员国依经济发展状况 必须在5-10年内逐年消除90%的产品关税 因此尽管非洲尚有许多内部问题 但比起已经老化的欧洲与亚洲来说 这里仍充满了机会 说不定未来的经济板块 真的会随时间慢慢转移到非洲 好了,这一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放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